大家好,我是霍霍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鸡蛋吃法 把蛋液倒入开水中,瞬间变成一道即将是传的经典老菜 不用一滴油,滑嫩油好吃,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5个奔鸡蛋 首先把鸡蛋放入清水里面清洗一下,鸡蛋表面还有大量的细菌以及大肠杆菌 在打鸡蛋之前清洗一下,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加的干净卫生 把鸡蛋打入碗里 放入一点食用盐增加一下底味,再放入一点白醋去腥,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准备3颗小葱对半切开,切成葱花 装入盘里备用,再准备一个小碗,往里面倒入清水 这个量和鸡蛋液一样就可以了 把水倒入锅里,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转成中小火 把鸡蛋液倒入锅里 边缘定型,用铲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看一下这个鸡蛋,都已经凝固了 我们再给它铲成小块 我们在选锅的时候呢,最好选的这种不粘锅 现在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里面多余的水分就不要了 装盘之后,再撒上一些葱花点缀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水炒鸡蛋就做好了 全程不用一滴油,口感又鲜又嫩,比油炒的还要好吃 关键是更加的营养又健康 非常适合怕胖的朋友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货位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